大家好,我是Stan 出道10周年的Redweb 已先取Cosmin正式回归了 这首歌的NB在不到12小时内 就突破了300多万的观看次数 也进入了Malore Hubby的16位 但是CosminNB因公开时间 推迟了44分钟 公司也发布了道歉声明 原本计划在今天下午6点公开的 Redweb的新专辑CosminNB 为了提高NB影片的完成度 进行后期制作 公开时间被延迟了 对粉丝们感到非常抱歉 请多多见谅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Redweb的新专辑Cosmin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这感觉就是把一部电影原封 不动的搬过来 既没有创意也不有趣 哇,这次的歌一听就入迷了 被第一个副歌部分给惊到 歌曲超棒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现在的天气 装奏也很搭 NB也超美 以前是致敬的同时 也有着Redweb的世界观 但这次的只有 米特索马的感觉 所以才会有 只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致敬 这种反应吧 完全就是一部作品啊 歌曲特别奥妙 真心感觉 无论是歌手还是制作组 都非常懂得自己的风格 作为Redweb的歌曲 有点可惜 没有Ice Cream King 白根马 Fill My Little那种冲击力 很有Redweb的风格 超棒 最近的歌曲 很少超过三分钟的 但他们这次的主打歌 居然有三分四十五秒 这也太好了 至今倒没什么问题 但是都十周年了 是不是应该做点 更有纪念意义的呢 无论歌曲如何 对于我来说 回归本身就很有意义 连续活动十年并不容易 希望Redweb能长久 像Redweb这样 以独特的风格 还能持续维持 人气的女团 真的不多了 SM对孩子们好一点吧 对于Redweb的先驱Cosm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今天 另一则 Redweb就已公开举集SM 引发了热烈讨论的新闻 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媒体报道 因为Cosme MB的延迟公开 成员Joy在本部上 回应了一位粉丝 能不能做MB反映影片的请求 Joy留言 嗯 公司完全没有听取我们的意见 只是让我们等待 结果看到的是 完全没有修改的MB 再多说的话可能不太好 所以还是安静点吧 然后加上了一个 流泪的表情符号 其实Joy在新专辑发行前 就曾对SM不宣传Redweb的新专辑 而表示不满 当时Joy发文 到底是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 还是忘记通知了 还是打算下周再宣布 我也很疑惑 因为Joy两次对SM的发文 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连话都不能说吗 都十年了 还只能按照指示行事吗 他这么努力准备 肯定更加伤心吧 SM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 还是因为累计了功龄 就变得懈怠了呢 让我感到很心烦 粉丝们和Redweb都加油吧 这次专辑发行之前 应该压力很大 毕竟是十周年 大家肯定都很期待了呢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如果公司在作品上 不听取艺人的意见 而且处理工作拖延 那么确实可以感到不满 但是这样公开谈论 或引导他人去责骂某人 只会打击员工们的事情 累计不满加深矛盾 Redweb已经是出道十年了 以实验的经验来看 这样的应对 未免也太不成熟了 所以 对于初遇在泡沫上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重复的歌名最多的KPOP歌曲 前十位 七位Monster 六位Stay 五位Beautiful 四位Tominion 三位Hello 二位Dejavu 二位Butterfly 七位 二位 ip 二位 Rep 四位 声 몰�ag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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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